捷运松山县即将通车 让捷运沿线店面现在租金 已经掀起了涨价潮 同时带动就是房价涨价 不过呢 这个捷运松山县 台北市从大同一路贯穿中山松山区 首排店面的房仲业就估算 这价差最多差了有三倍 至于房价部分呢 平均捷运第一排跟第二排以后 每平价差20万元左右 店面租金最多也差了三倍 因此专家就建议 如果说想要投资捷运宅 其实如果您挑第二排 能够花到比较少的钱 也能够享受捷运带来的增值空间 知名烧烤店定位几乎满满满 人潮加上捷运松山县即将通车 房价店面涌现涨价潮 看看这间烧烤店 门面原本开到巷子口 现在笑了近一半 走进店里奔割出去约食品店面 后方的厨房明显缩小 外传就是因为不敌租金高涨 南京东路沿线向上即将通车的松山县 根据附近房仲观察 通车前后房价也会差了将近两成左右 其实区块是一样的 但是第一排跟第二排的租金 有时候差到三倍 选第一排不如想往后面找房子吗 房仲说第一排店面房价高居不下是事实 看看从大同中山 一路贯穿到松山区的捷运松山县 大同区老旧大楼 每平均价50到60万 但首排房价每平就要80万 往东一点的中山区首排店面部分高达90万元 但其实均价甚至第二排以后的房价 则在60到70万上下 甚至宋山区首排和第二排的每平均价价差 可以高达30万元左右 大概如果以松山县来讲 南京东路沿线大概抓70到80万之间 又差了差不多20万 对对其实说真的是还蛮大的差距 从捷运站出口当作同心员 房仲说租金房价沿着捷运调涨 不断从捷运站向外扩散 整个商圈掀起涨价潮 但当捷运首排已经没有涨幅空间 选坞看见面往后走 选在第二排钱花得少一点 却也能跟上捷运带来的前潮效益 记者王宗瀚 王树南台北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